有天福而没有天位 因为他在修阴的时候,善恶交参 耶修不是耶修善法 可是他的极度好胜 这种心非常强,喜欢斗争 所以结果,他这个善恶同时并坐 最后就堕落在欧修罗 那么欧修罗叫做飞天 他有天福而没有天位 欧修罗道的众生 另外我等经文道的后边 说七趣里面最后有讲到欧修罗 留四身欧修罗 后边经文有说现在重约 人就是指我们现在大家人道众生 在世间上顶天立地的人道众生 他过去修人道的善业 以佛法来说修三规五戒 能修学佛的三规 归佛归法归生 然后持五戒 那么最少能够持少分戒 也能生到人道 人道的修音呢 是修三规五戒 也要兼修十善 那么这是人道的声音 那么身在人道中 人有苦乐 有富贵平见 种种差别 那就是由过去的业报 过人的别报 那么所受的这个苦乐不同了 这是人道 天是天道 玉戒六成天 色戒十八天 无色戒四天 这个天道众生 享受天上的快乐 那么他除掉三规五戒之外 还要进一步修上平十善 生六玉天 要上平十善 那么逃离天以下一定如此 逃离天以上 从这个十分天以上 叶摩天 就要带有定功了 如果没有禅定 不能升空居天 他把这天以下 要修未道地定 看定功的生前 生这个是天 那么世界要修世界的禅定 修除禅 生除禅天 乃至四禅 后边经文都有说明 还有四空天 修四空定 那么这个修罗 人 天 这个三叫做善道 就三善道 由修善法而生到这三道中 等道 等字啊 就是等于本经所说的 除掉这个六道之外 另外另外有一个仙道 修仙道 有个仙道 啊 那么所以要叫做修罗 人天等道 啊 那么等于后边所说的 七趣当中的仙道 仙从人开出来的 修仙都是人 人去学修仙 人修仙的成分比较多 啊 所以先是从人 人道里面开出来的 啊 这些六道之趣众生 啊 为什么会有这些众生呢 啊 这些众生一样有真如自信 啊 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转过来 成为 啊 无上菩提 啊 那么这些原因 他都希望 佛能够一一详细开释 啊 那么下面主要是问 这些六道之趣众生啊 啊 这个各个有个地方 是他本来就有呢 还是有众生的忘息身体 所以欧难问说 世尊 此道 就是此六道 包含七趣 这些六道之趣众生 是本来就有的呢 如果是本来有啊 一向就有 啊 一向就有 不曾有所变动 那才是本来有 或者是由众生的妄想 造业 由习记造业去升旗 那么你造了什么业 就有什么果报 那么什么道就升旗了 还是 呃 是属于哪一种 那么当然了 很显明的 就是由众生的 妄惜身体了 啊 由众生 由无名烦恼 妄想 啊 由此起获 造业 那么 造业的业因成熟了 必定就会受报 啊 那么受报的时候 那么有这个造业的差别 所以就有三善道 三恶道 六道的分别 啊 那么这是由众生的妄想而生起 啊 那么 欧南的问法 硬当他自己也已经了解 总是为众生啊 他不能不提出来问 啊 士尊 如 宝莲相比丘尼 持菩萨剑 私行淫于 妄言行淫 飞杀飞偷 无有夜暴 发誓云鱼 先云鱼干三大梦火 后一节节梦火烧然 多无间一 这里欧南呢 他提出三种四症 啊 说明众生造业受苦的情况 啊 这个三种四症不出贪嗔痴 就根本烦恼的贪嗔痴 啊 宝莲相比丘尼所做的 就是属于贪 啊 在生的三业当中就属于淫 啊 那么 这是破剑 啊 那么 又妄言说 啊 非杀非投没有夜暴 这是破剑 说明 呃 他不但破剑 而且破剑 破剑就无救了 啊 如果他破剑 有惭悔心 肯忏悔 还有救 如果是连剑都破了 这个人就没有救了 啊 所以 呃 他提出这个像 宝莲相比丘尼 他受比丘尼界之后 再进一步受菩萨界 啊 那么受过菩萨界之后 他没有好好的去修持 呃 生起邪尖 认为 这个 瘾 啊 不是杀生 也不是偷盗 这应当没有什么夜暴 所以他就扶着乱围 结果呢 他这个话发出来之后 他造了这个罪约 就是 从女根 生大梦火 烧他全身 啊 全身 绝绝烧燃 由此深深就堕落 无间地狱 啊 呃 这个 这一点的故事啊 在其他的经论里面 没有见到 呃 第一就是流离大王 第二就是 善善比丘 点上面就三种事情 经文说 流离大王 善心比丘 流离为诸 聚谈祖心 善心望说 一些法空 深深 陷入欧比地狱 呃 流离王 跟这个 善心 这两个人 都是造了大罪约 都是 深深 下地狱的 流离是 嗔恨 代表嗔恨 呃 善心是 吃 鱼吃 邪见 又邪见 是代表吃 就是贪生吃三毒 啊 流离 流离王啊 是 波斯利王的儿子 流离太子 啊 那么 流离是 焦察罗国的 呃 这个 就是 呃 波斯利王的儿子 接着这个 波斯利王的接位啊 啊 做这个 呃 焦察罗国的国王 因为 流离 对于 世家族啊 有个 很严重的仇恨 原因是这样子的 呃 但是 让这个 这个世家族 加比罗国要求 啊 那么 加比罗国的人呢 他是 用一个方法 啊 找这个 批啊 死批 批的 女 女儿 啊 把他 假装作 做这个 啊 王族的女儿 本来是个 批女了 啊 是 假作 王总的 女儿啊 嫁 结 波斯利王 啊 那么后来就生这个流离太子 啊 那么流离太子 八岁了 啊 他 要去回娘家去看看 他的母亲带着他 啊 回娘家去 那回到娘家 那个时候正是 佛出现世间 成佛以后 回国 来做度化事业的时候 那么 加比罗国的人呢 建筑一个很大的 讲堂 啊 很庄严的讲堂 准备好要请佛去说发 啊 刚刚把这个讲堂 整理好 里面的庄严都 装好了 而这个佛说法的 法咒也弄好了 哎 正好啊 流离太子 八岁 就来到这个 加比罗国 啊 来回娘家 啊 而这个小孩子 流离啊 乔皮 哦 看出这个 新建讲堂 那么好 他就跑进去玩 啊 跑进去玩 那时候看到那个 法咒啊 他就爬上去坐 哦 加比罗国人气死了 啊 就把他偷下来 哎 你这个小批的儿子 怎么爬到我的法座去住啊 人家供佛呢 硬是把他偷下来 骂了一顿 骂了 骂他是批子 啊 奴批的儿子 啊 哦 那他才八岁啊 可是这个小孩很聪明 跟着他去的这个 呃 大人呢 有一个叫做好苦的 啊 他的名字叫做好苦啊 啊 呃 这个人呢 就跟太子 跟流离太子说 啊 他们骂你是批子 你记得吗 你记好 将来你做国王的时候啊 就来处分他们 啊 就是犹竭了这么一个 仇大恨 啊 等到流离登位啊 他就记得这个恨 啊 想要把这个 啊 加比多国的人 都把他杀光 啊 因为他骂他是批子 这个事情啊 应当是已经到了佛的晚年了 啊 因为经文前面说 在第一 呃 前面这个第三卷就说了 啊 第二卷吧 那么就说 佛跟波斯尼王是同事的 那么当时波斯尼王 呃 佛开始讲这一部经的时候 波斯尼王说他六十二岁 那么当然那个时候佛也六十二岁 所以呢 这个流离太子登位 那是已经最起码是 呃 呃 这个 波斯尼王七十几岁 甚至八十岁的时间了 才发生的事情 啊 那么 呃 流离登位的时候 他要 呃 呃 去伤害加比罗国 带了一一大队的大兵 要去杀害加比罗国人 那么那个时候 释迦牟尼佛就坐在他的来路的路边 有一个孤寿 孤寿 就是这个寿木啊 没有叶子了 呃 那么就是孤 孤干了 死掉了 死寿 那佛就坐在那个寿 寿下 呃 流离太子 虽然呢 他对加比罗国民众有仇恨 呃 可是他对佛还是蛮恭敬的 他看到佛坐在这个 没有寿叶子的寿底下 呃 他就请问了 就去礼拜 礼拜之后就问佛师尊啊 那有很多有寿叶子 有寿印的地方 你怎么不到那些地方去坐啊 这个地方坐 没有寿叶子遮印 晒太阳 淋雨 不是很辛苦吗 佛的大佛说 亲族之印啊 胜过于印 啊 那是我的亲族的 呃